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郭寶好时光 我是佳佳 现在天气一天真的比一天还炎热 大家总是吃不下东西 我们想来一点开胃菜 所以呢 我们今天教这道韩式凉拌冬粉 那我们选择韩式冬粉 它比起一般传统冬粉来说 比较不易吸附汤汁 而且口感更Q弹 所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食材有哪些 大家可以看到 韩式冬粉它买来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像这样子长长的 那我们要放到锅子里面 其实不好放 所以我们会准备一些温水 先把它泡软 这边大家可能会问说 传统冬粉跟韩式冬粉 有什么不一样 传统冬粉它一般是用绿豆 来做主材料 所以它在我们烹调过后 比如说你加入酱汁 加入油这些 它比较容易吸进去 吸进去之后 冬粉就会比较容易黏在一起 那韩式冬粉它本身是红薯为主材料 再加上它是发酵过比较有筋性 它也不易沾腹 然后又Q弹 这样吃起来 软软QQ的很好吃 那我们先来准备一下我们的蔬菜 等它泡软吧 蔬菜先把它切成丝 大小都一致这样子做起来好看 口感也比较好 我们蔬菜也准备好了 韩式冬粉这时候也软了 那我们接下来把它煮熟 时间大约6到8分钟就可以了哦 那接下来我们来准备酱汁 酪梨油下去之后呢 接下来是我们的蒜末 那我们今天选用的是酪梨油 如果家里没有的话 你也可以用玄米油来取代哦 尽量选择没有味道的油就可以了 蒜头的香味出来之后呢 葱末放进来 还有我们的辣椒粉 拌一拌 确认我们的油啊 上面啊都有红红的颜色之后呢 我们把火关掉 芝麻油加进来 芝麻 味淋 酱油 蚝油 乌醋 把它拌一拌 旁边放凉就可以了哦 韩式冬粉差不多也好了 把它捞起来 稍微把它冰镇一下 口感更Q更好吃 接下来啊穿烫蔬菜 红萝卜要记得先烫 因为红萝卜比较不容易熟 先烫个十秒 再下其他的蔬菜 烫好了之后呢 把它捞起来冰镇 那我们将冰镇好的蔬菜 还有韩式冬粉放在一起之后呢 就把我们放凉的酱汁倒进来 柠檬啊我们加四分之一 拌均匀之后啊 海苔啊我们就均匀撒进来 稍微把它拌一下 这样子啊我们就直接可以上桌享用哦 那我们这道韩式凉拌冬粉就上桌啦 Q弹的冬粉啊还有丰富的配菜 无论是口感啊还是味道上面都非常的有层次哦 你一定要做做看 那么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边 我是佳佳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